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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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大学和省部共建高校 成都理工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 以理工为主 以地质 能源 资源科学 核技术 环境科学为优势 以化工工 材料 电子 机械 信息科学 管理科学等学科专业为特色的多科兴大学 我需要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际上 油气质 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我国油气工业上游领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作为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监控和治理着我国西部主要的地质灾害 同时 我校还拥有一批高数字 专业化 创新型的教师团队 如我校的葛良全教授带领的核科学与技术团队 就获得了首批全国高校黄大联士教师团队的荣誉称号 叶海生教授的科研团队在西藏高原 录像棚地就发现了大型油气显示带 这破解了困扰业界二十年的藏北彭地周围不产油的难题 多级院士工作团队 落户我校 在将大大的推动我校地球科学学科的高地建设 这些学者专家 他们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且因为我校的学科建设 创造了辉煌业绩 我校的学科专业涵盖 在《理工文法经》《法则龙教义》十大学科门内 拥有七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四十一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还有二十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一百三十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四个博士后学术流动站 学校建有五个国家重点学科 八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四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专业 七个专业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我校的文科力专业发展也是厚劲十足 目前学校有三十五个专业招收文科考生 法学 广播电视学 园林专业等专业 入选省级卓越教育培养计划 英语 工商管理是省级特色专业 会计学是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而小而今导师制 这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独有的个性化人才培养特色 2018年 我校新增四个本科专业 海洋油漆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 智能科学技术 环境生态工程 海洋油漆工程专业 是为了满足中国向深海进军 向海外拓展的人才需要 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专业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是培养互联网家时代下 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工程技术人才 智能科学技术专业 是顺应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专业 培养能够从事大数据科学分析 智能机器人研发的符合型专业人才 是我们计算机大类的分流专业 环境生态工程专业 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环境灾害监测与恢复方面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特色 该专业是我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内的分流专业 我校坚持通专结合三题一数的人才培养理念 将通时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 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优化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教学 着力提高学生整合知识能力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国际交流与竞争的能力 塑造学生的优秀品格和人格魅力 以教授博导为主体的高水平师资 面向全校新生开设了专业导轮课 营造了研讨室学习的氛围 全面展示学科专业的培养优势 帮助学生们尽早地进行学业规划 树立人生目标 学校从2016年开始实施 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的改革 共有12个招生大类 34个分流方向 学生进校后先学习基础课程 进入二年之后进行专业分流 大类招生的模式 扩大了学生的自主选择能力 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我校还积极探索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居治 在土木工程 地质工程 勘察技术工程 资源勘察工程 石油工程 机械工程等专业 组建了创新实验班 既有国内知名学者教授执教 又有外籍教师授课 努力提升学生的科研与国际交流的能力 地质工程 土木工程 资源勘察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四个专业 已经通过了教育部 工程教育的专业认证 这一举措 为我校学生走向世界 提供了具有国际公认质量标准的通行证 我校的核工业大类 他入选了教育部首批新工科建设项目 成为了工程学科专业的升级版 我校拥有三个国家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 三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一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两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打造了一批信息化优质的实践教学平台 在外实习期间 同学们还可以以香港大学 吉林大学等来自16所院校的师生 在我校 峨眉山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一同交流和学习 同学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 专业兴趣 在第一个学联享有一次转换专业的机会 同时 学校还鼓励学友余力的同学 进行双学位的专业学习 目前学校共有会计学 工商管理 广告学等20个专业 开设了双学位 来满足同学们的需求 我校紧抓双一流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制造2025和人工智能战略机遇 不断深化教学类涵建设 专业优势领域不断扩大 人才培养质量也得到了稳步提升 十余年来 我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被评为了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 70%左右的我校毕业生从事着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工作 50%左右的毕业生入职三年内就获得了职位晋升和加薪 作为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我校形成了以精神培育 苗子选育 协同育人的三级培养体系 学校对学生在创新创业 科技竞赛等方面所获得成果 予以学分认定 从制度上保证的学生参与双创活动的积极性 2017年我校成功举办了创客沙龙 创业周 双创主题文化乐等活动进百场 营造了活力四色的创新创业校园氛围 我校还积极探索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国际合作办学之路 引进和利用国际优质教学资源 培养国际化人才 我校现于英国刘金布鲁克斯大学 斯泰福夏大学举办了会计学工商管理 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与英国爱丁堡大学 美国柳爷大学等高校 开展了学生出国交流项目 举办了滑坡灾害风险评教育管理的国际博士课程培训班 承办了首届中美联合地质联会等各类国际会议 并聘请包括洛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中村修尔教授在内的多名世界知名学者 担任学校的名誉教授 在城里学习资源丰富 教学资源充足 学校图书馆藏书众多 我校拥有东区和西区两大图书馆 阅览总座位达到了7800多个 他们以舒适的环境 现代化的设施 人性化的服务吸引了无数城里学子 在这里阅读师所讨论交流 2017年 全年的开馆天数达到了353天 全年道馆的人数就达到了278万人次 在成都理工大学的校园里 还做了一所中国西部最大的地学类自然博物馆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它将升级改建为成都市自然博物馆 它将成为成都市文化的新地标 它总投资为12个亿 它将采用的是AR技术 全息技术 四地影院的来演绎地球的诞生 与地质的变迁来展现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演化 成都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中心城市 正以开放的胸怀迎接世界 成都理工大学就坐落于成都市的组城区 地理位置优越 走出学校就可以搭乘地铁 七号线八号旋 去往成都市的各个角落 十余条公交干线 为同学们的出行提供了方便 校园总面积达到了近三千亩 校内还提供了包括校园公交 共享单车 共享电动车等交通工具 宿舍里还配有空调 独立卫生间 自住洗衣房 列球是让同学们能感受到 家一般的温暖 六个学生食堂 烹饪着各地的美食 无论你来自哪里 你总能在这里找到熟悉的味道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我校的招生政策当中有两个要点 一是一家到底的加分政策 学校认可声援所在省份的加分政策 以加分后形成的特征分 作为录取和专业安排的依据 二是无专业分叉的录取原则 我校对尽党考生的专业安排实行分数优先的原则 专业之间不再设分数极差 从高分到低分来进行录取 2018年我们面向全国 31个省 市值区 直辖市 来投放了本科招生计划7500名 在普通本科批次共有59个招生专业 除中外合作办学的会计学工商管理两个专业 在二本批次招生之外 其余的普通本科专业 都在各省的本科一批次进行招生录取 我校还有9个艺术体育类的招生专业 使用深远所在省市的专业同考成绩 作为录取的依据 为方便广大考生和家长 能够准确及时地了解成都理工大学 我校将建立招生咨询呼叫平台 可以同时接听20部电话 我们还会公布每个专业的咨询电话 各位考生也可以通过访问 我校的招生办公室的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招生信息网等渠道 来及时了解招生信息 亲爱的同学们 在本次交流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在这里助言广大考生 梦想成真 金榜齐名 青春成你 期待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Sul time on